大家好,今天复权一款非常简单的家常烙饼 鲜香可口,松软多层,一起来做吧 先在盆中加入400克面粉 3克酵母粉,搅拌均匀 加入约260毫升清水,搅拌成絮状 揉成一个稍乱的面团 先简单揉成团,再拿到硅胶垫上多揉一会 将面团揉至光滑细腻 放回盆中,盖上保鲜袋,醒15-20分钟 面团不需要完全醒发 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即可 在揉面垫上,多撒一层干面粉,防粘 接住刮板和硅胶铲,取下面团 先将面团表面裹一层干面粉,防粘 然后用擀面杖,擀成长方形的面片 擀好后,先在表面刷一层油 再撒上盐 花椒粉调味 最后撒一层干面粉,让饼的层次更加分明 如视频中这样,将面皮叠起来 一边折叠一边按压,排出里面的空气 表面再刷一层油 撒上盐 花椒粉 再同一头叠起来 将中间面皮往里推一下 再将两侧面皮捏合封口 另一侧也用同样的方法封口 翻边全部封口以后,将边缘往里推 先用擀面杖按压饼皮,这样更容易擀开 再把它擀大,擀薄 翻过来也擀一下,这样层次更加均匀 擀成约一厘米的厚度即可 电饼称预热,刷一层油 油温微热,放入饼皮 在饼的表面喷上清水 撒一层芝麻 再淋上一层油 盖上盖子,开始烙饼 烙至底部金黄,翻个面 转动一下,使饼受热均匀 烙至另一面金黄,再次翻面 按压边缘看一下,能快速回弹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以后晾制一会 不烫手的时候切成小块 看一下这个饼,非常的柔软 层次也非常的丰富 制作手法非常简单,特别适合新手学习 吃起来咸香可口,松软易消化 喜欢的朋友收藏视作吧 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